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看到你的工作能力 在英国学习这一年都谈恋爱了吗 你真是最白的纸张小白了 五八到家 五八通城 理解上有点稍微的充实 信心满满的产品经历 却遭老板集体质疑 体验了大概多少款APP 实际20吧 疯狂的APP的体验者 至少应该体验上千种 甚至上万种 超级的体验者 并不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产品经历 非要产品总监吗 年轻时候所说的那个想法吧 都没怎么实现 年过四十参加高考 只未实现多年的寿愿 整个家庭没有对于来源 只能靠原来的积蓄 你怎么去想要去高考呢 多一次机会的话 可能多一种可能 去读了 对 读了 同学们不都是跟你儿子差不多大的 对 都是945年 考的时候别人不觉得很奇怪 都以为你是兼考的吧 对 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非女莫属 欢迎节目主面试官 土雷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欢迎来到天积卫视非女莫属 我是土雷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欄目由港容真蛋糕 独家怪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非女莫属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热力的掌声送给下午老板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如果说只学英语的话 到时候毕业的时候 可能面会比较窄一点 所以我从英语专业 一下子跨到人力资源管理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希望现在从基层做起 管理方向入手 在未来的两年 进入一个中等的管理层 杜文琪25岁 河北人 英国力资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杜文琪 今年25岁 来自河北邯郸 2013年本科毕业于 河北经贸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专业 2014年硕士研究生 毕业于 英国力资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希望能够找到一份 关于英语教育类 或与英语相关的其他工作 谢谢大家 杜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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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职场小白 然后那个经历特别简单 在利兹大学的HR专业的硕士 然后她也特别喜欢英语 所以她也应聘过 包括外地的那个雅思的老师 但是她还是想那个 找一个更靠谱的一个工作 尤其在北京 当然另外文琪 这个在英国也收获了一个匆匆那年的爱情 是一个英国小伙子 发现中国姑娘就是比英国姑娘要好 然后狂追她 而且这个小伙子跟随她 回到了这个中国 哇 谢谢 哇 这那哥们来了吗 今天没来 因为她三月份回国了 回英国了 没分了吧 没分 那就好 那就好 你能说点好吗 真是 不是 人家回国了 我心里疙瘩 她回国买的这单程机票 还是往返的 单程的 不过她想着以后再过来 因为我这边还没找到工作 这以后是多以后 就是我这边定了之后 然后在哪个城市 然后就是 反正就你定哪个城市对吧 对对对 要追随你 那她在国外也不可能闲着 万一她在国外也定了呢 你看这些老板多不想一好啊 就是现在的好多 易江顺水向溪流嘛 都搞出口 你搞招商隐私这一点 我们还是挺佩服的 把她拉进来 是吧 那现在是拉进来了吗 还是有可能 你也会跟着友出去 我是要把她拉进来的 你拉进来 但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这边还没有稳定 我们想着是 要是你这边不能稳定呢 肯定会稳定的呀 你笃定了 一定要把她弄进来 可是文琪 你那个小男朋友 他怎么把这个家庭 就是你们俩今后 稳定的这个压保 压在你身上呢 因为其实很多外国的 优秀人才在中国的发展 也都很好嘛 机会也很多 我觉得这个 不管东方西方了 一个男孩子 如果把你们俩今后的 这个稳定度 是维系在你的身上的话 我觉得这不太靠谱吧 她是什么学历啊 在英国 大专 这样吧 你先跟我们说一下 你们两之间的这段 我们两个 因为为什么 你的访谈点好像没别的 就只有这段感情 是吧 没有别的 你说一下这段吧 人的一生经历 如果只是一段爱情 那太美好了 来 说吧 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 每周一都会去一个 当地的老奶奶家 就是进行交流啊 那个老奶奶就比较 就是热心帮助单身女青年 男青年 就是在 国外老太太也爱干这个 对 然后她就说 哎 那个 你有没有照片呀 把你照片贴墙上呗 她就说如果说 有某个男性看上你了 然后你就可以 她收费的吗 不收费 对 就说那个 就是为了这个友谊 为了友谊 对 那墙上有个相亲角 是吧 对 贴了多少人的照片 好多 好多外国人 中国人都有 就老外多 对 老外更多一点 那都是成了的还是没成的 成了的就摘下来吧 对对 成了就摘下来 然后你就同意了 就贴上去啦 对 我就贴上去 我就 就没有想太多 就想 就试一试嘛 你也想试一试 对对 然后我们呢 然后最后在我要回国之前 然后她就 就跟老奶奶说 我能不能跟谁谁谁 就是约个会呀 然后我就过去了 然后就经常性地去咖啡馆 就是聊聊天什么的 她为什么那么喜欢中国女孩 因为我这上面写了很多啊 她说她好喜欢中国女生 好不喜欢英国女生 她说连中国的雾霾天她都喜欢 这就怎么回事 你说说来听听 她说外国女生吧 就是非常的有优越感 就是不知道感恩 然后中国女生非常的 就是贤其良母 你为她做一点事 她就会非常的感谢你 她觉得中国人相处起来 比他们英国人 比较诚实 比较善良 这种印象非常好 非常好 对 好到要追到你到中国来 对 你是为什么要回国的 因为我毕业了 然后就回来了 那她没有要你留在那儿吗 有啊 但是 你们肯定有个归属感 到底是回来还是留在那儿 你们商量过这事吗 商量过 但是我留在那儿的可能性 比较小 因为当时的签证的问题 你没有找到工作在那边 对 英国那边特别难 因为我不可能就嫁给她 直接嫁给她 然后就跟她拿个签证 那文琪我问一下 如果你在中国 找了一份工作很稳定 但这个老外说 那个你过来吧 我想娶你 这时候你又想嫁给她了 那你这份工作不要了 去英国了吗 嗯 不是 因为我本身 我的家人是要求我在中国的 尤其是我妈 非常非常害怕我过去 所以她的硬性要求就是 你的男朋友一定要过来 然后呢 我男朋友呢 也是非常喜欢中国 自己的思维 我觉得文琪要相信爱情 我们都支持你 分手了 你们这么说 都的前提都是 好像就基本没什么戏 然后你支持她 人家需要你支持吗 有戏 即使分手了 我们也曾经经历 你看 你看 什么人 你这个曾经拥有 但是文琪刚才这个 这个第一轮的面试里面 大多数谈的都是你的感情 就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你的工作能力 因为我们是裸聘 我们是职场小白 我们只有这段美丽的爱情 就即便是你想要做 跟英语相关的 比如是HR的工作 比如说是公关类的工作 或者是英语培训类的工作 就是你有什么能力 能够胜任这些工作呢 对 你可以讲讲你的那个 那两个月无心打工 无心打工 就是我一月回国之后 我现在就是石家庄那边 在石家庄英语学校 找了一份雅思考译老师的工作 给我的任务是 第一 从建四 就是建桥雅思 建四到建九 就是在一个月的那时间 把所有的题都做完 第一是 我有学习能力吧 第二点呢 是我的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小杜我提醒你啊 这种无法现场验证考核的 比如我吃苦耐劳 我态度好 这个 这个 只能叫基本素质吧 他也没什么可以考量 他确实是 市场经历特别的短暂 对 但是你在利兹大学里面 学的是HR 对 但是我从现在开始 从你上来谈感情 一直到现在 我没有感受到你 在你的学业的过程当中 你在学习HR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比如说 识人的能力 交流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 而且你今天应聘的岗位 也没有HR的岗位 利兹大学 应该是不错的大学 你考虑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吗 考不考虑 不考虑 为什么完全不考虑 你学的是这个 为什么不考虑呢 对啊 为什么呀 那你是因为这一年 在英国学习这一年都谈恋爱了吗 不是 你远复重阳到英国去 你就学这么个专业 你现在一点关系都不要吗 好可惜啊 为什么 让他自己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学的东西 都是研究方向的 跟时间关系不太大 两年你是两年吧 还一年 一年 就一年 对 一年也没学几门课 然后你学的时候也特别吃力 也不感兴趣 是这个状态吗 对 选错了 当初选错了 对 选错了 所以其实你去了一趟英国 除了拿了那个毕业文凭之外 还交了个男朋友 学了好了英语 其实你的课业 是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 你没有应用嘛 感觉已经是 大家对我的表现 已经是非常不好了 就是印象很不好了 在那个场面吧 那么多老板 所以就一下子 我就特别地紧张 第一轮选择 徐霍柳 第二轮选择 徐霍柳 第二轮选择 徐霍柳 第二轮选择 徐霍柳 其实按道理来说 你不应该紧张 因为你作为一个求职者 一上来 我们都聊的是你的爱情和生活 没有聊别的 所以说白了 还是你这一年在外面不扎实 来解读PPT吧 这是我在大学期间 获得了五次奖学金 然后左下方那张 是我的专八证书 还有本科毕业的时候 获得了一张优秀毕业生的证书 还有三好学生的证书 右边这张 右下方 是我参加的所有演讲比赛的证书 还有一次英语短剧大赛的证书 然后这个是我在英国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做presentation 当时我们是四个人 模拟参加的一个 关于英国本地的一个 关于风头的一个节目 在教室做的 这是模拟的 然后我们是从刚开始搜集资料 然后再到后来的分配任务 非常融洽 最远处那是你是吧 对 你看你那个笑多开心啊 能量多强啊 然后下一张 这是2012年熟悉 就是在石家庄系统方做的助教 然后这是所有的学员 还有老师 还有我的两张合影 还有吗 只是我在我们学校参加了一次唯一演出 那这个舞蹈的 从所有的编排都是我来负责的 下一张 现实生活中的我呢 其实是非常乐观开朗的 积极向上 我的一句座右铭呢 是像蚂蚁一样工作 像蝴蝶一样生活 那我希望我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认真谨顺的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 我是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 谢谢 我想问一下你 谈什么东西你会轻松一点 可以让你放开一点 谈什么 我还准备了一个演讲 还准备了一个演讲 对 好吧 那我们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来掌声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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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会想说 站在前面 这么多的成功 成功 给了我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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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低沉呢 放开一点啊 对啊 你为什么没有点激情呢 看不到啊 这不像演讲啊 你在背稿子感觉 因为那段演讲我在准备的时候 是带有表情 带有首饰的 一下子受前面的影响 后边就感觉自己说的 就是很像英语小白的那样的水平 就是有点不可思议 从眼神的跳跃当中来 你应该还是蛮活泼开朗的 那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从质疑了 他专业成绩以后 整个人像被打蔫了一样 你那个夜夜号舞蹈 是什么舞蹈 民族舞 能跳吗 希望能放松一点 对 他很喜欢跳民族舞 跳民族舞能放松吗 那我真是对你太客气了 给了你太多的机会了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吗 能播点音乐吗 你也没放开啊 你笑都不笑一下 你在舞蹈 那个文旗 你真是最白的职场小白了 除了感情以外啊 好白啊 好吧 来 给小白评个分吧 第二轮选择去过了 还有三盏灯 来听下他们推现的十位 我们布鲁蒂现在正在做国际化 其中有一个重点国家是英国 我们刚招了一个英国 一米八八的帅哥 在我们这工作 对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再有一个女孩 很开放 很开心的 很友善的这样一个女孩 英文很好 然后对英国又比较了解 特别是你英国还有个男朋友 不是 耿乐为什么不能把她男朋友一块儿招进来 我也这么想 可以买一送一的 两个人都过来 对 然后这个职位 就是国际市场团队的运营专员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但是会经常去英国 对你可能会比较不错 你男朋友要真去了那儿 就真跟你分手了 不会 不会 我们有一个小要求 就是你把那个老太太也介绍给我 我想把我照片贴上去 谢谢 我相信她其实应该挺 要不你想一个中国传统女孩 能找一个老外 然后这么坚持吗 你肯定今天表现得跟你 平时生活中是有差异的对吧 太紧张了 对 我平时是非常大大咧咧的 特别放得开 对 对 是 跟男人就跟哥们一样 对吧 今天特别紧张 像土蕾 跟他哥们一下 没问题啊 你跟土蕾 你别跟我 别跟我 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呀 你怎么样 你的男朋友我跟你说 上次她跟我喝酒喝大了 直接住我家了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回去收拾她一下 就是啊 小杜 你放开点 你手 手 手的动作 肢体语言 你老人 林沐妍 咔一大肩膀 哎呀 最近怎么样 你最近怎么样 还真是真实的 走着都找不着 怎么搞的呀你 姐 你帮我一下吧 我最近都是泥泡达过河 都是自身男保 你不是去那黑暗地了吗 这个 这个没复啊 来 脚再抖两下 我不知道怎么感觉 那是 还行 还行 这行 这行 来 唐关卓然 我们集团下属的卓然学校 能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我们有中美合作的 独家课程研发团队 然后你来做我们团队的 公关专员 好 好 谢谢 地点 地点 地点在北京 好 很好 然后会经常跟我一起出差 去美国 那个文琪 其实你今天但凡表现在好一点 像你这么家教这么好 你首先肯定家教不错 对 又有一个例子大学的 这么一个背景 其实你稍微好一点 一定给你管理配声了 但是就是因为表现得太一般了 所以我只能给你 我们江峰连锁事业部的一个 运营专员 去我们少年派这个项目 去做这个助教 那如果在这个期间 适用期期间 发现了你有很好的能力 实际的真实的面目出现了 那我们会给你转成管理配声 好 谢谢 考虑一下 我想灭掉一盏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 谢谢 特喜欢您 有请常观卓然 耿乐谈钱不善感 你特喜欢我 你为什么灭了我 他想出钱 你还下了个特字 是吧 两份工作都可能会经常出差去到国外 对 与此有关 是吧 那个美国一年去一回 那英国实际上是在北京郊区 跟英国 而且你跟男朋友 万一真要分手 我再给你介绍个薪酱 真的 写你的薪酬吧 请揭晓 请揭晓 五千虾 六千 转正八千 哎呦 你这吓着谁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文琦 不是 耿乐他们属于什么 他们是小团队 但是薪资平均薪资都很高 这是他们的特点 他在我们工作非常的幸福 来吧 对 没为老板出去了 作用他自己的理由 卓然 你再加点吧 你这没什么竞争力 不 他就加了个笑容 每天有卓然的微笑 来 你有问题吗 问一下两位老板 以后我的职业发展方向是什么 你是做我们独家的课程研发团队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专员 然后说前期的话你可以做我的助理 将来的话你可以专门负责我们的课程研发团队的一个管理层的人员 好 谢谢 Blue D能不能说一下 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我们未来希望在美国上市 我觉得对你职业规划有很大帮助就是 因为一家创业型的公司嘛 你可以学到很多 特别是主要的我们这个国际化团队的这个方向是给你英国 其实你可以多说多了 对 人家不来了 好 还有问题吗 没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可以做决定了 可以了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不一样 精约硬 Blue D或者是谢谢赞线 你的选择是 Blue D 我感觉布鲁币老板特别喜欢我 然后我觉得我在那边 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 然后其次就是薪资问题 高一点的工资吧 因为毕竟还没有工作过 需要钱 这女生基本上在舞台上 就没有表现出声 她的可能是留学背景比较好 我觉得是可能语言 而且正好符合 我们现在英国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是耿乐6000就差不多了 8000有点离谱 是吗 真的 一会儿跟她商量一下 能获得精美新量礼品一范 我路过很多行业 由于我学的问题 没有办法再发展 所以说和我儿子一起参加了考察 我这个年龄和二十几岁人比 我可能也是优势 还有20年左右的工作数据 我剩下二十年是真正活给自己了 棒�せ Pepper 王燕铭 内蒙古人41岁大专载读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气井新能源专业 大家好 我叫王燕铭 41岁来自内蒙古赤峰 现就读于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新能源专业 今年7月份进入全职实习阶段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想寻求培训师 运营督导 或者和我专业相关类的岗位 谢谢 王大哥特别地上进 努力 93年下岗之后 然后呢做了很多生意 然后呢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 13年他儿子高考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想要自己在学历上 再努一把劲 在已经40多岁的情况下 参加了高考 考上了 我觉得这种学习的精神 和进取的精神 在职场当中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我推荐他 谢谢 像这个年纪 再去想要高考 这需要勇气 你怎么就想得要去高考呢 我12岁时 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到高考年19岁 我哥哥又去世了 这样的话家庭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助学贷款 和什么其他的项目 我那年差了10多分 这样没办法就 那个不能再复读了 我当时从事了很多行业 但是只能解决温饱 自己按照自己年轻时候 所说的那个想法吧 都没怎么实现 所以说我归一些原因 就是因为学历问题 后来我想 我回家和媳妇商量商量 我再重新读一次书 你去考的时候 别人不觉得很奇怪 都以为你是先考的吧 对 那家里人不反对你去高考吗 我家里人 我儿子和我媳妇不反对 其他的同事朋友都不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这几年 在我当地来说 他们认为你现在还可以 因为我如果出来读书的话 整个家庭没有经济来源 只能靠原来的积蓄 他们不理解说 你这个时候再去读一个全日制大专 是没什么意义吧 那后来你怎么去了呢 我感觉就是 人如果多一次机会的话 可能多一种可能 去读了 对 读了 那同学们不都是 跟你儿子差不多大的人 对 都是945年 那你跟同学们处得怎么样啊 都90后啊 00后啊 我感觉不错 我就说说我儿子你就知道了 我和儿子最大的一个感觉 就是到现在 没有像我的同事和朋友上经历 那个时候什么代沟啊 说是叛逆啊 从初中一直看到现在 我们俩什么事都谈 不话不说 王一鸣其实挺励志的 在我看来 他是一个想要重新去 活一回的一个爸爸 我认为他做出了 真的是一般人 完全做不到的一个奇迹 你今天来应聘的 其实是技术培训师和司机 您所指的技术培训师 是干嘛的 就是汽车检子 汽车维修 我们这儿可没有教汽车维修的 对 那天和徐徐老师谈的时候 其实我也说了 就是培训师和技术培训师 你做过培训师吗 没做过 但是我在去年上半年 去年下半年 做了几个月的兼职老师 给中专类的孩子 做这个汽车的实训维护 和动手能力 因为我在这之前做过七年 自己做过汽车 配件和修理 但这跟那个还是有差距的 你的这个第二个职业意向是司机 对 有没有过做专职司机的这个经历 专职司机没有 我一直在自己从事 从 但你不觉得你轻轻苦苦去读了一大专 然后这出来以后 又去做一个司机的工作 会有点不划算 现在司机大专大本都可以做 司机层次也蛮高的 王师傅 他来讲就是他怎么都能做 对吧 王师傅 其实你的有七年的修车经验 同时还有大专的这个汽修的这个专业 毕业的这个学历 其实现在汽修的这个人才非常缺乏 你找工作非常容易找 为什么跑非你莫属来找 我为啥要走像这个舞台 我10年开始偶然接触这个节目 通过这个节目感觉挺靠谱 我认为 我就像我刚才说的 多一份机会多一份可能 我汽修和司机是我一直从事 也比较热爱的岗位 但是我就像我出来一样 我希望 因为当年我高考没能出来 我就一直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能力 去从事其他的问题 就这么说 你就说那个工作呢 要找也能找 你是想来这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他的用品轩辕是重新再活一回 那我想问一下 你除了技术培训师和司机之外 别的你考虑吗 别的考虑啊 也考虑 我其实在 你技术培训师可能在这很难找到了 就有关于汽车方面 对 那司机肯定是有 对 其他的你也接受 哪些都接受吗 销售你也接受 销售我不接受 因为我的性格不属于 销售你不接受 那还能做什么呢 岗位运营督导 运营督导 我认为我这个性格 我自己的 还是严于利己的 对 不是那么功利 对对对 他读那个大专 他就想去读 但是叶明这个很现实的 就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虽然你想转行 对 但是未必其他的行业可以适合你 对 因为你没有这些 这些岗位的基础 对 不能拿性格说事 对对对 如果每一个岗位不看技能 只看性格 那招聘就变得太容易了 我也有一定的技能 因为我 就像我刚才在 那你能告诉我 做个运营 你刚才说运营类 是哪类的 运营督导 运营督导 你现在认为自己都具备什么 我认为做运营督导的话 首先要掌握这个 本公司的运营的方式和特点 这个虽然我现在就是 不解释 我首先要告诉你 这是一句多余的废话 你是肯定要掌握的 咱们就讲一个连锁起的运营督导 需要具备哪些职业素养 职业素质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没有必要为难自己 这个针对不同岗位 我确实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没关系不绕 没做过 但是我为啥选择运营督导 我就认为 你性格合适 负责任 对 你就想这个说 我知道自己他是 但这个并不一样的 这个真的所有的工作 都需要负责任 所有的工作 没有哪个工作说 我不需要你负责任 对 这些都是基础的职业素养 王大哥 人品好不代表 你能胜任所有的工作 对 我问一下你最低薪水 不低于多少 我当时和徐老师谈的时候 如果做司机的话 在天津那块 应该3000以上 如果做 不低于3000是吧 对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六盏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财 谢谢 王大哥 王大哥 我其实一直留着灯也是 我特别欣赏你 你对很多事情的珍惜 你对梦想的这种激情 因为很多年轻人 可能现在的机会 反而来得容易 没有您身上的这种精气神 我觉得你用了20年 重新做了一次你的规划 仍然选了你很喜欢的专业 我觉得你不要轻易地去做一个司机 因为做一个司机 你在20年前就可以做 你在20年中的任何一天 你都可以做这个选择 对 但我觉得既然成为了一个 你想成为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技术人才 我觉得你要在这个道路上去坚持 没有 这点我特别不同意 我给你讲司机这个岗位 现在在现在这个社会里 对于企业来讲 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比如说我个人 我就离不开司机 王贵总 我觉得老板的时间 如果想有效提升 对企业装的更多的价值 司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你想做哪种司机 就是老板的专职司机 还是公司里的一些 其他的事务司机 其实司机 不是我这次来求职的 这个简历吧 当时我是在做 那你不考虑是吧 把他放在最后一下 那你考不考虑司机 那你考虑吗 考虑 那既然考虑 那我就问你想做哪种 怎么这逻辑有问题呢 对吧 我觉得叶明没有这种经验 我一定要给你 普及一个基本知识 首先你这个年纪 和你的学历被人 你去当管陪生的 可能性太小了 对 所以你接触企业的角度 如果是司机就太好了 又在老板身边 又可以接触到 企业的全貌 你可以到那里去找感觉 而且司机本身 我也讲了 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 对 我同意陈总的观点 我说司机也接受你 因为在短暂的时间接触 可能不能了解一个人 我希望也是可以从司机入手 也许可以 刚才童老师问你 你做哪一种司机 他现在内心很矛盾 他司机是他的下下之选 他自己也不想做司机 老板司机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你内心很不想做司机 不是不想做司机 我是不想做最基础那种司机 一个到40岁的人 你想 在学校里学的东西 有在社会里学的多吗 其实 这个学历一点都不重要 那他这个精神 我觉得值得表彰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他根本没必要去上这个学 社会大学足够他学的 我学历很低 在网上查查所有的学历 是特别特别低 其实我告诉你 你在那个气球行业 这么长时间 你的年龄也就这么大了 不要轻易去改变你的行业 我早期是一个木工出身 我现在在接触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所以实际上 你在有些东西 是在逐步的你这个行业里面 去转变出来的东西 40多岁 不要轻易去改变你的行业 在这个路上去坚持下去 王大哥 你以前做了11年的汽车维修 不要轻易放弃 然后又是汽车维修的大专毕业 为了这个您付出 要参加高考 马上就要毕业了 您怎么可能忍心去做司机呢 什么都不要做 我要是您的孩子 您的老婆也不答应 我这个年龄 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 看来 这也许不是优势 不是啊 至少你的这个技术积累 因为您41岁 您再过十几年 你到50多岁快60 还能做老板司机吗 他们也会招一个 不会招一个60岁的人 但我在汽车行业 是更不现实了 但是60岁 您可以变成律师 是技术培训 王大哥 我们这一轮互动以后 你重新 你再次明确地 把你的求职方向 做一个排序 好吧 好 培训师 然后 第一是什么 助理 然后司机 第一是培训师 第一是培训师 对 运营督导 第二是运营督导 第三 和我专业相关的工作岗 应该没有司机 司机不也是和我工作 我认为也和我的相关 不好意思 依然还是放在第三位 你的妻子和儿子 支持你所有的选择吗 对 完全支持你所有的选择 对 家里一些也没有 现在有极大的经济困难 也没有 好吧 那没什么好说的 你自己选吧 他们有些人为你着急 觉得你放弃了 你最大的优势 人到中年 你却想要彻底放弃 但这是最后的决定 你自己来选择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好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四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叶子龙 我给你职位就是司机 我们的车型奔驰和别克 给谁开车 我们都是接送专家 我们国内顶级的眼科专家的 就是公司的事务司机 我目前看重的是你的踏实本分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质量体系 监督部门的一个监督员 但是在你做监督员之前呢 是要参加我们的培训的 但是你是懂技术的 而且从你的简历当中 能看出来 你是一个踏实稳重的人 因为字非常的工整 谢谢 我跟你讲 这司机干好了特有前途 我的前任司机 就是现在我们一个加盟校的校长 我的现任司机 马上要转岗去做运营类的工作 所以其实我觉得司机 肯定是一个跳板一个机会 但是我现在不缺 因为我现在还有俩 所以我给你安排的是 我们投资部总监 他刚换一奔驰 要请一个专职司机 所以你可以跟着他 也能学到知识 你接着想一下 一共四盏灯灭掉两盏 回到这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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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叶子龙 隐峰弹钱不伤感情 请揭晓 4000加综合 综合4000加 因为他有加班什么的 就大概是 就四五千吧 一般是 符合你的最低信心的要求 有什么问题要问两位老板 我想问一下叶总 在天津有没有 天津现在没有 严总呢 物流供应部门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心脏部门 你作为这个部门的人 首先是经常要出差 所以我不可能给你定岗在天津 不是 你的工作地点在哪呢 北京 主岗在北京 好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请您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梅尔木眼科 咖啡之意 或者是谢谢再现 请问你的选择 谢谢 再见 谢谢老婆 好 来 王大师说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在天津 我媳妇也在天津 在北京 我感觉到我这个年龄 北京是个 好像我不属于北京 你给我们的想法就是 你是个特别勇敢的人 是吧 然后突然之间 你这样的一个决定 还让我们挺意外 是吗 上面写得这么决断 说要重新活一回 那个叶明 您今天有人给你留灯 完全赢在性格上 不是技能跟职业生命 对 对 我相信这个 所以你是幸运的 但是你放弃了这个幸运 谢谢 来吧 无福老板 好 祝你家庭美满 好 谢谢 谢谢 他们两个提供的岗位 都是在北京 我没有这个计划 在北京生活 像沐妍老师说的 如果是放弃这个专业 可能是有点可惜 我尽量还会找 符合自己 这个技能方面的功能 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 从互联网的技术 底层的一些实施 商务的一些环节 都经历过 对产品方向的把控 都有经验 我觉得我具备了 高级产品经理上的 一些优势感 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后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不要怕我 不要怕累 张旭28岁 河北人 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 大家好 我叫张旭 来自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 河北唐山人 五年IT互联网工作经验 今天来到菲尼墨市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 关于产品 或产品运营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河老师 烫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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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的推进理由 这位大兄弟 这个 张旭是北市大的本科 在中软做项目经理 做IT软件类的项目做过多年 上一份工作呢 是在一家做WiFi认证相关的APP 他做的是产品经理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移动互联网的 这个产品开发的经验 所以他来应聘的呢 就是高级产品经理 或者是产品总监 如果大家觉得他OK的话 而且张旭有一大爱好 就是玩各种各样的APP 所以他对58 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推荐你 我觉得你还是合格的靠谱的 谢谢老师 你指向非常明确 高级产品经理和产品总监相关工作 而且刚才他也说了 你特别喜欢尝试使用各种各样的APP 对吧 来谈谈你对于你所感兴趣的 产品的一些相关看法 就是58吧 58的话就是说体验了一下58到家 先说一下就是产品方向 产品方向的话 我感觉就是说58到家 它首先是从58通城 可以说是垂直下来的嘛 但是我觉得产品理念 首先58通城的那个广告语的话 它是一个神奇的网站 但是58到家的话 它又把家政还有班家 还有美甲又单独垂直了一块 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广告语有点 理解上有点稍微的冲突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 另一个矛盾点就是说 把美甲和宝洁 还有班家放在一起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冲突 因为美甲的话 我觉得是 就是说对美的追求要 相对要求要高一点 对就这些 你指的是冲突指的是什么 对对 你刚刚讲到美甲更高端一些 就是理会对美的那个追求 要求要高一些 提示一下张旭 你这么讲的话 肯定很难让大家觉得你有水平 就你要联想到58 本身58这个平台 跟它后期衍生的这些产品 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你要从产品经理的角度去分析 这个产品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客户体验的终极的这个要求 需求是什么 所谓高大上啊 或者是更高端啊更美啊 这都不是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看 这都不是产品经理的预言 考虑的一些东西 大家都觉得你的口述和思维方式 不是产品经理的思维方式 我只是说的那个 就是从产品理念上 就我感觉的 但大家感觉你的感觉 不是产品经理的感觉 对 张旭 你其实你忽略了 58同城是一个信息流 对 它并名下探的服务和交易 对 但是呢58到家了 到下探的服务和交易层 形成一个闭环 对 这就是一个从产品经理的角度 来解读产品差异的一个逻辑 对 而不是说这个品牌怎么样 识别怎么样 这不是这个 从产品经理角度来看 张旭有在用这个58到家吗 用过但是没下过单 那你没有下过单 没有进行过完整的体验 那何来的用户体验 对啊 对 没有研究 那何来的用户体验 所以张旭在你的特长爱好里边 就专门有这个体验APP 那到现在为止 你能算得出来的 你深入了解的 深入体验的APP 大概有几个 在我的字典里边 疯狂的这个APP的体验者 至少应该体验上千种 甚至上万种 从你刚才的表现上来看 其实我们只能看出来 一个普通的用户 对一个APP的感受 关键是一个超级的体验者 并不能成为一个 事实上的产品经理 对 产品经理是需要去管理 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迭代的过程 对 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完整的管理过 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 从产品需求到设计到开发 到完成到体验这个过程 有吗 他没有 他没有 那么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再问一下你 非要高级产品经理和产品总监吗 没有 普通的产品经理助理之类的工作 考不考虑 助也行 也行 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还有八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商我有财 来 你准备了什么 我结合现有外卖的那个产品 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规划 然后看一下主用业务 首先是前期的话是日用百货 还有农产品 便利店 农贸市场这些 跟大家日常用品非常密切的 这么一些产品为前期产品 然后中期的话是药品五金文铁 这些也是比较相关 然后但是也是那个物件比较小 然后后期的话就是一些大件产品 然后的话是模式规划 模式的话我是结合电商 还有就是说信息定位系统 然后还有那个外卖和快递 综合的一个模式 然后的话这个每个模式 所代表的意思是 电商的话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展示 是统一展示商品 不做那个商家区分 然后RBS的话是每件商品 通过定位数据订单 以就近信息 就近原则发送给商家 这个模式的话就是说也是跟那个快递 那种模式相类似 就是我买了一单商品 然后我在这平台上 是我平台去推送 按这个便利店 比如说离我这个下单人 如果比较近的话 我就是把这个商品 推送给这个便利店 然后便利店的话就是说 通过这平台去把这个单发出来 然后这是一套一个流程图 用户下单然后推送商户等等等 然后用户收获 盈利模式的话我想到了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跟那个商家的一个账期 然后结合账期的一个互联网金融 第三点就是说一个资源的整合 打断一下 你现在是讲你的某一个产品呢 还是讲的一个整个这个行业的概况啊 他说的是跟系统 一个产品 他是系统设计者 他要设计这类产品 这个产品 就是一个产品的模式吧 或者一个产品的方向 便利店本身它就是很便利的吧 大家就是相对非常容易找到的 对 那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电商需求 我打到最快速的点 这个太空泛了 还是最后一路的需求 你是做产品经理对吧 对 你是想做产品经理 OK 你作为这个项目的产品经理 你解决了什么需求 你不能说我解决了一个电商需求 不是最核心的那种 你解决了什么痛点 痛点的话就是说我的物流非常快啊 就是两小时之内送货上门 对啊 比如说现在 你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你有研究过比如说社区001吗 你研究过 跟你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它太杂了 什么东西都有啊 我给我们家 他不是杂的吗 我跟你说 我给我们家楼下那个便利店打电话 你这个东西 十分钟就送上门来了 你这个东西社区001 我可以把那个楼下的便利店 集合到我这平台啊 这个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要一个小时等你的东西呢 他十分钟打电话就要送上来了 用我这平台下 咱跟打电话不是一样的吗 这样 张旭 如果这平台在 这个便利店在这个上面 但是那个平台已经在了呀 便利店不会经过你 因为你还要分利润给你吧 我不要它的利润 那你不知道怎么赚钱呢 那你怎么账线呢 那你怎么账线呢 没有账线 我可以给更低的价格 向它去扑货 你不可能 因为你只是充电一个平台方 不是 张旭 你要如果这么认为 那你就越做越重了 你显然他是一个产品模式设计者 但他并不懂得商业模式的盈利 是的 他不懂得做生意 我关注的是张旭 就是你作为一名产品经历 你作为一名产品经历 不通中间 对呀 它只是个设计 它只是设计者 它融合了一个平台 又融合了自己做电商 我觉得有点混乱 我觉得它是根本 不懂业务逻辑 我觉得商业模式很多是这样 你逻辑上是可以通的 但问题是 逻辑上每一点 都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理想 张旭就是一个对产品 非常感兴趣 但是呢 因为没有长期的工作经验 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流于表面 但他有这样的兴趣去执着 现在他是愿意做产品经历助理 你愿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就这么简单 好吗 第二轮选择趋火流 还有五盏灯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我们听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从10号开始 我们现在这个也在往线上的方向投资 所以我们非常对你这种 有兴趣的人感兴趣 就是因为我们跟互联网企业 抢夺人才还是有劣势的 对 但是我们愿意出 比他们高的薪球来抢夺 所以我给你的是我们优胜教育集团 我们的这个线上事业部的 产品经理助理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去电项目的产品经理的助理 我们其实团队的产品经理是比较强的 他在团队当中的核心位置很强 他不仅协调了技术 UI设计和市场运营团队 所以大家都是在围绕这个产品团队在做事 所以我愿意给你这个职位 就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个职位 接下来考虑一下五盏灯当中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不好意思 你好 不好意思 有请耿乐 陈昊谈前不上感情 你好 谢谢 谢谢 有请耿乐 陈昊谈前不上感情 谢谢 但是呢 这种感觉你去设计模式 其实这不是产品的事 这是CEO老大的事 所以说你有个问题 你知道吗 你很多事情你就看表面 执迷于表象偏离的本质 他这样很多 就很多观众很多青年也都这样 对 都会有这样的产品 就以为自己说动产品 不是 你只是做一个消费者 我有点想法 有个想法 那远远不够 来 请揭晓 8000家 6000家 来 有问题可以问到两位 我先问一下就是说在北京 咱们的那个工作地址在哪里 我们在国贸附近 我们也在国贸 苹果社区的22艺术街区 好嘞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我们还要再说一下 你问什么呢 他也没有话问 你说什么呢 再争取一下 我差了2000 有点不服气 你有本事你家呀 可以家吗 可以家呀 家家家家 我以为你写一万呢 我看错了 我觉得是这样 6000刚开始给你 为什么先给的第一点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可以 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对 比如说你有的这个 互联网工作的基础 然后对这个APP 又非常感兴趣 对 所以前期的话 我希望能够带着你 进入这个轨道 当然转正之后 如果你自己能够 独挡一面的话 78000就是一个起薪 好的互联网的这个产品经理 15k 20k 很轻而易举 我明白 现在关键是张旭 要能沉下去 对 这很重要 其实张旭我知道 你骨子里想创业的 所以你一直在学习这些 创业我虽然说带着这个项目 就是为了请教各位 给我指点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就根本就不会想这些 来吧 对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谢谢 优胜 Blue D或者是谢谢在线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Blue D 汪总 恭喜你 我会通过我自身的努力 慢慢进成产品经理 然后就是跟公司一块努力 然后能够独立设计产品 然后带领团队 本栏目由港容蒸蛋糕 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蒸蛋糕 节目播出后 关注5888 回复芬妮莫属 有机会获得 精美新量礼品一半 天津卫视官方手机应用 天津圈 芬妮莫属圈子 专属体验全新升级 芬妮博视团 给你最专业的 一对一职场建议 立刻登陆 安置市场手机客户端 和苹果官方商店 下载和升级 天津圈 为你解决职场大问题 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唐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优酷 土豆 唐轩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